美国德州正式通过决议 谴责中共为获取器官而系统性杀害良心犯 德州当局警告人们不要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 否则可能不自觉地参与了强迫摘取器官的谋杀行为 还敦促美国国会和总统采取措施 起诉那些应对暴行担责的人 禁止他们进入美国 并禁止美国医疗机构和制药公司 与任何涉案的中国同行合作 美国总统拜登将访问欧洲并与欧盟领导人会晤 红博社周三报导指出 毕竟美国与欧盟将表态 支持重新调查COVID-19的起源 并且不受任何干扰 而在美国表态要撤查COVID-19病毒起源 及追责中共之际 中共再次发刊世界卫生组织 与北京合作研究的一份疫情溯源报告 继续将疫情源头甩过他国 日本朝野政党领袖举行党首讨论 执宣的自民党总裁菅义伟 及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代表之野信南 开到台湾时都罕见地用国家来吹呼 另外日前日本外相默默敏充 在国会打寻赠台疫苗仪式时 也有学者注意到他颇不寻常地使用台湾国内字眼 似乎暗示日本对台湾的定位出现变化 法国总统马克宏八日访问法国东南部德龙省时 竟然遭人甩了一巴掌 画面一株震撼整个法国 马克宏事发后受访时表示一切都没事 并强调法国有着民主言论自由传统 但享受自由伴随而来的许责任 而两名涉案男子当下被捕 将面临三年监禁以及5万美元的罚金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